进入互联网时代 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每天都会使用搜索引擎搜索自己想要访问的网站 那么你有想过使用搜索引擎就可以帮助你赚取收入吗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名称为PreSearch的网站平台 就是通过使用这样一个搜索引擎搜索就可以赚取收入 注册成功会自动登录 自动登录后会有一个小说明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说到在你通过搜索之后 你可以获得的这个东西名称为PreSearch Crypto Tokens 好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搜索栏当中搜索一个单词 以我的免费网站博客的域名为例 这个地方我输入有网站.com 好我们点击Next 查看下一条提示 那么在右上角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你赚取到的PRE Tokens 在每一次搜索的时候你可以获得0.25个单位 我们继续这个说明 在默认情况下当你搜索的时候 你的搜索会跳转到名称为Dsearch这样一个东西上面 那么如果你想搜索其他类型的站点 可以对应点击图标 比方说这个是视频 这个是谷歌等等 点击这个三个点的符号 可以打开扩展的搜索选项 好这个我们都不用管它 OK整个搜索的操作就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稍后我会为大家展示详细的搜索过程 好我们首先输入一个单词 还是刚刚这个我们点击右侧的这个放大镜图标进行搜索 OK我们注意到右上角 0.75的PRE tokens立即到账 那这个地方搜索的结果 其实就是搜索引擎上面列出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有我的网站博客 有网站 那这个就顺带为大家提一下 我的免费网站博客 所有内容全免费 没有会员制 如果你是网站爱好者 建议你关注一下 我们回到主页再次进入另外一个关键词进行搜索 比方说我搜索我的品牌账号的YouTube频道 Rodric带你玩转海外网站 OK 这个地方第一个结果就是匹配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除了在Dsearch这样一个搜索引擎的页面搜索之外 我们对应点击YouTube进行搜索 它就会自动为你跳转到YouTube网页上面 那么这两个频道都是我的YouTube频道 在你完成两轮搜索之后 可以看到右上角的PRE token立即到账 已经拿到了一个PRE token 每天我们上网时都会使用搜索引擎 从现在开始换用这个PRE SEARCH的搜索引擎 每天搜索你想要的内容 将可以在搜索的同时帮助你赚取一定的收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 将这个网站添加到Chrome的功能 点击之后它会跳转到谷歌的应用商店板块 这个应用商店板块会有一个扩展程序 那么这个扩展程序是方便你将这个搜索引擎 快捷的添加到谷歌浏览器当中 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每次进入网页 进入这个网站 直接使用这个扩展的程序 打开这个引擎就可以赚取收入了 点击这个添加至Chrome 就可以将这个扩展程序进行添加 下面我们点击这个PRE 详细讲解PRE tokens的概念 首先你需要知道PRE tokens 这个东西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赚取的单位 可以被理解成是像积分一样的东西 那么最小的收款额度 是你需要达到1000个tokens才可以进行收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PRE tokens 这个东西可以在加密货币的市场进行交易 我们以这样一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为例 在搜索栏当中搜索PRE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会展示出presearch 我们点击进去 这个地方展示了一个PRE token 目前的等值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东西就像汇率一样会不断的波动 那么现行的是一个token等值于0.013美金左右 好我们回到这个平台 知道token这个东西的等值之后 下面我们会比较关心这个平台如何进行最终的收款 当你达到1000的最小收款额度之后 点击withdraw tokens 此处输入你收款的token数量 下方输入你的钱包地址 点击submit进行提交即可 讲解到这个地方相信你一定已经明白了 基本的网站操作就是在搜索栏中进行搜索就可以获得PRE token 这种token与美金之间是存在兑换比率的 好下面我们开始刷这个积分 随便输入什么样的搜索关键词 进行搜索即可赚取PRE token 按照之前的模式输入2 好我们直接返回再前进 OKPRE token立即到账 同样的道理输入3 返回再前进 刷新一下 PRE token立即到账 其实搜索结果即使没有展示出来 那么积分也是会到账的 现在已经拿到了两个PRE 回到主页 现在还是展示一个 我们刷新一下 OK 现在变成两个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 使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是否还能够获得PRE 现在我再次输入1 进行搜索 可以看到PRE同样可以到账 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更改 这个搜索的关键词 直接进行搜索的话 还是可以拿到积分 由此可见 这个平台对于网站新手来说是非常的友好 只需傻瓜式的复制粘贴 关键词进行搜索 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token 非常的简单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三个 视频录制到现在 整个搜索过程也就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PRE已经累积到了 三 喜欢本视频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除了上传的视频外 博主Rodric还贴心的为大家制作了不同的播放列表 适合不同粉丝的口味 包括支持比特币被保收款的网站项目 教你赚美金 赚英镑 赚欧元 以及获得免费礼品卡的网站项目合集 本频道分享的真实网站项目有很多 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一个网站项目入手 不妨点击此处进入一个网站小调查 简单几分钟 就能帮助你匹配到最适合你的网站项目 同时我已开通我的品牌账号频道 直接点击此处即可进入 品牌账号频道将发布不一样的网站内容 同样欢迎大家订阅 订阅频道后还想获取更多网站内容 不妨点击此处进入我的免费网站博客 有网站当中 我的博客没有会员制 所有内容全免费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账户设置部分 不同的用户对于使用搜索引擎的习惯不同 那么我们可以进入My Account Profile Settings 这个部分对你的账户进行相应的设置 首先可以设置的是 Home Page的背景颜色 默认的是蓝色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我选择红色作为色调 这个地方还可以设置 Icon Size图标的一个大小 这个是默认值小中大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进行调整 好我们点击Save保存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 醒目的红色的背景颜色 那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偏好的 绿色的提示Settings Updated 说明这个设置已经成功更新 在Profile部分还有其他的选项 大家可以自己进去研究一下 那本期视频录制到这个地方 已经接近尾声 为大家总结一下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 通过玩赚搜索引擎 进入关键词进行搜索 即可赚取Token Token和真实美金之间 存在一定的兑换比率 那么也就是说 可以通过使用搜索引擎来赚取收入 喜欢本项目不要忘记点赞 支持我的创作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复制本YouTube视频的链接 并将本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 让更多的人观看本视频 看完本视频之后 还想获取更多免费网站教程 可以访问我的免费网站博客 有网站 博客地址 我会发布在本视频的视频介绍当中 想和大家交流网站心得与技巧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免费网站电报群组 群组地址同样可以在视频介绍当中找到 对本期项目还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询问 Rodri都会尽力帮助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